世界灯塔国的乱象 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高潮 大半年中 以打打抢为主要目的的黑命贵运动 以及打着反极端旗号的极端组织 安提法 一直都在大选前兴风作浪 反复搅局 更是得到了几乎全部 民主党大佬的战场和背书 最后也少不了号称主流的 左派媒体的三方点火 以及火烧连营 最终让霸气的特朗普 自信和笑容都被彻底冻结 自古经伦足是非 现在就更热闹了 沉默的大多数右派群众 在特朗普的大力呼吁和不断召集一下 终于安纳不住 集结起来了 而且其中不少还是号称 捍卫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武装民众 右派群众在乔治亚州的集会上 率先喊出了这样的口号 也就是为川普而战 吼声震天气势如红 这种保卫某某某的口号 让老一辈的中国人异常熟悉 会有一种上世纪六十年代 文革期间革命群众集结起来 宣誓武斗的魔幻场面感 历史有时真会重演 即便不同的人物 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地点 甚至不同的社会制度 都仿佛套用了同一个剧本 让人唏嘘不已 阴谋罪迹夺天机 今年对于美国 像是一场左右派群众的对垒赛 上半场由左派打手 黑人单纲的主力军 一直都在搅局闹场 坚持战斗到了11月的大选 这后半场 就是以11月初的大选变局 作为开始 强弱逆转 街头无休无止的抗争活动 由不服输的特朗普 以及千万级别的铁杆群众 接放 当我们看到成百上千的人 全副武装 核枪实弹地走上街头的时候 会不会感到深深的震撼呢 特别是看到 右派的年轻人们 一马当先 走在最前面 发誓要用手中的武器 捍卫自由与家园的时候 有一种莫名的悲哀 油然而上 就是一个国家 两种理念的一群人 居然要通过文攻和武斗的对立方式 宣泄出来 懂王杖剑 我秀去 大规模群众运动 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 是解药 也是毒药 同样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 马丁路德金 所倡导的非暴力公民抗命形式 赢取了各阶层的广泛同情和认同 为实现 非一人种的基本权力 奠定了坚定的基础 进而 还成为美国进步主义的象征 然而 三十年后的1992年5月 洛杉矶暴动 则反过来 是打砸抢为主的暴力活动 席卷了整个LA 包括 接近2300家 韩国人经营的商店 遭到了掠夺 纵火和破坏 当年的总统选举 竞选连任的老布什 随后 以大比数落败 共和党人连续12年的执政 被无情的终结了 跟老布什心态相差无几的特朗普 更难接受 这种形同翻版的历史重现 毕竟 现任总统 选票大增的情况下 必赢 赢佛州者得天下 赢俄州者赢天下 都是历史的魔咒定律 居然今年 全都被逐一打破 假等和人 亦起归 同样的诡异时间点 同样的前因后果 同样的迅速引爆发酵 同样是东亚面孔最遭灾 同样发生在总统大选年 同样是共和党谋求连任 同样出现选举意外 同样深远的历史影响 是不是历史对这个内乱 平仁的超级国家 开了一个超级玩笑呢 下个月登台亮相的拜登 如何兴高采烈的去面对 七千四百万人的倒采欢呼呢 自古经伦足是非 阴谋醉计夺天机 懂王仗剑 佛秀去 假等和人 意气归 CNN今天又站了出来 因为他觉得特朗普牵头的这场闹剧 应该收场了 因为今天是美国联邦法律中 明文规定的安全港截止日期 所有的选举纠纷 都必须在今天彻底解决 不留悬念 然而 您觉得这整场的闹剧 也就是上半场 由CNN等左媒牵头的群众运动 以及下半场 由落败的特朗普牵头的群众运动 会那么容易平息吗 您如果想要了解 完全不同视角的话题 以及深入简明的分析 可以通过订阅或者搜索 继续锁定新闻视频 如果您认同新闻 不妨或谈或砍 为新闻点赞